元宵之前拜年都不算晚年 因此呢 作为第一件事 我还是代表集团 向在座各位 并通过各位 向万达集团全体同仁 拜个晚年 大家新年好 这个在这团拜也是改革来的 五年之前呢 我们还是每年上班第一天 到各个楼层 各个公司去拜年 这个真是耗时 基本上一个商务 我们这一去一走 到各个公司去拜 基本两小时 浑身都是汗 等你回来坐下 想喝点水修一下 各个公司拜年 又回来又来了 说干脆我们去改革一下 休假呢 长了以后 还容易得这个假期综合症呢 有的人上了班 回来拖了那天 还不太适应 我希望团拜会以后 我们各位啊 把工作 就像冲楼店一样 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 投入到我们的 一个伟大的工作当中去 为什么说伟大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也正在创造历史 万达现在创造的都是历史 至少是商业历史 都是创造 别人前面没有创造过的东西 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些 所有的 疫情年的工作当中 我们万达今年 应该是在我们 所有年份当中 算得上是一个 重中之重 或者关键之年 为什么这么讲 去年的意义 在于我们的服务业 首次超过了地产 我们集团可以说 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公司 但今年 我们或许还有 更多的 比较大的事情的发生 今年万达要在 实业资本两个方面 都要有 力争获得重大的收获 同时把我们 多年准备的一些 新的一些产业 也要开始自己的 面向资本市场 进行推介等等 所以今年对万达 来说是非常关键 总而言之吧 我对 这个公司的未来 是充满了信心 其实万达现在 任何一个板块的业务 拆分出来 都可以做到无限大 哪一个行业 都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们也正在讨论 要向新的 跟我们这些 所有的板块 有所链接 有关联的 新的业务 是不是还要在开拓 我们也在讨论当中 新的一年上面第一天 从上年第一天开始 大家 这个工作愉快 而且呢 加强锻炼 加强锻炼 靠运动 而不是靠节食 加强锻炼 把身体 炼了倍儿棒了 咱们自己 还得搞体育公司 你弄不了 弄不了这个全程 弄半程 弄不了半程 你弄个迷你 实在迷你的 铁山你也弄不了 你们大伙能组个团 搞个鞋地也行 一人跑一公里 总而言之 工作顺利 身体棒棒 然后呢 恭喜发财 谢谢大家 谢谢